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男孩子要站着尿尿,女孩子要蹲着尿尿 为什么男女的尿尿方式不一样呢? 大部分原因归于男女的生理构造不同 男性的尿道比较长,大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面 站着尿尿也不会弄脏裤子 而女性的尿道比较短,只有尿道口裸露在外 如果站着尿尿,尿液就会顺着大腿流下来弄脏裤子 那为什么女生洗澡时也会站着尿尿呢? 一,条件反射 洗澡的时候水流声和尿尿声很像 出于条件反射,大脑就会迅速做出反应 将洗澡和排尿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尿液 二,肌肉收缩 脱下衣服时身体处在寒冷、紧张等应急状态 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经过能量代谢后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加重尿液的产生 此外,洗热水早时,肌肉得到放松 膀胱内的压力变高,也会产生尿液 三,精神放松 洗澡的时候除了肌肉,大脑也会很放松 当大脑皮层控制排尿的区域放松警惕 中枢神经也不会发生憋尿的提醒 尿液控制力下降,就会忍不住排尿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 或者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没了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和那些事